下面进阶段我们开始讲第二个 第二期 第二位题 这问题呢 我觉得现在我们讲到这儿的地方 实际上你在历史上发现 这有很大问题 为什么 这古典盖室太讨厌 墨球 你看 这个样本空间里面是什么 就是包括墨球 红球白球 这样本空间是砸起来 不是个大砸会 比如说 端本 正面反面 比如说红球白球 胜男胜鱼 女同学男同学 那事情麻烦事件太多 太扎 我们现代的数学一点没用进去 你高等数学的用进去 高等数学秋桃 前面这红球的导数是什么 白球 白球的接风是什么 黑球 这不可能 所以我们高等数学一点没用进去 这是历史上 这是一百多年前发展就发展到这里 后来发现 高等数学发展 有人就把高等数学引进到概率人里面了 这就是我们下面第二章开始干的 所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就搞不清楚 为什么要第二章 干嘛 用分不完 这个其实我们的球挺好了 高等数学进不去 我们到下面 你看 求高等数学 求积分 我都会跟你说 我们这几分很简单 就这么几个几分 你背出了 我再往哪儿 高等数学里面几分多了 是吧 我们该人里面几分就这几下子 你背出了几个工程 那么我想下面 我紧接着就讲第二问题 第二问题就是我们 证明引进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是你这个样本空间干啥 我下面部呢 就重新开始呢 从第二章 第二章 我是从样本空间 这上面开始 引进一个 X omega 样本点的函数 这就是我们讲的 叫随机变量 我简单说 这里就叫RV 咱们在国外讲课的时候 R就Random 是引个Variable 作为英语相当棒 对不对 Random Variable 学过吗 你相当棒 对不对 那么随机变量呢 我这里就引进一个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呢 我想这个事情呢 我先把随机变量的思想给你讲清楚 我讲了随机变量以后 我们随机变量马上就要引进的一个 你本来是随机变量X小于X 这就是我们的实践了 这实践有个概率 推药物就是P的X小于X 这就是我们的分布函数了 学过分布函数了吗 实际上就是这一个实践的概率 到分布函数完了以后 那么对不起了 就有一种是理散的 等会我给你再总结 一个是连续的 这连续的什么意思呢 FX可以表示成负无穷到X FX DX 学过这个东西吗 这我一结婚就进来了 这换句话说 根据牛等来部的质共生 FX等于什么 FX 同意吗 维接风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我刚才这条线看来是很古老 现在我们发展 用维接风来用引进 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章讲 第二章讲完了 我们差不多下面就是 第三章多元了 理论上基本上没多少分线 就是讲期望方差 哪分线我就完了 所以我今天下午呢 咱们主要来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把维接风引进来 否则你学了半天搞不清楚 我都觉得这个事 我就能搞清楚 为什么想不容易随机变量 好好无求 那么挺好的 干嘛来随机变量 这就是维接风来引进来 那下面我就开始讲第二章 第二章呢 我们讲的 第二章的第一章 第一章呢 我们是这样的 随机变量 极其分布函数 我提就不超了 标题不超了 我们在样空空间 Om3 一个定义一个函数 叫做 X等于XOm3 请注意 这个函数 严格说起来 跟高等数学的函数 是有点差别的 高等数学函数 是一个时数 对应另外一个时数 是这个函数 对不对 所以我们高等数学 就是Y等于FX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X等于XOm3 这Om3是什么 样本点 假如你非得要我画一个图的话 我画一个图是这样的 请问 这是一个Om3 这中间应该Om3 小Om3 定义了一个大XYOm3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 我们以XYC来表示 我们前面的世界 世界用ABC来表示 这个是我们不介绍 大家通用的 你也重视这个规则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定义了两个 第一个定义 定义呢 就有叫离散行的随机变量 离散行 随机变量 RV 我阳气一点 对不对 诸位同学的英语都听不错 叫Red variable 是吧 RV 随机变量是个字写起来 太麻烦了 那么还有一种定义呢 就是我们下面说的 一个连续行 连续行随机变量 那么有没有一种随机变量 又不是连续的 也不是离散的 有没有 有 我们不太讲的 这几年考试偶然很考好 我们以后慢慢的提高法里面 再给你仔细讲 对不对 一个是离散的 一个连续的 那么离散是什么意思 离散是他说是 取值呢 是取有限的 或者无穷多的 我这具体的定义 你书上看 那么什么叫有限的 我叫我的 X Omega 取的值 取X1 X2 一直放XN 所以叫有限的 也可能是无限的 Y2 一直放XN 一直下去 这两个都可以 这个我们叫 离散型 离散型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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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么连续等于我们再说 那么离散呢 我们有一个定义 就是离散的 这个X Omega 我写的仔细一点 取XI 或者叫K也行 我这书上用K 那么就等于PK K等于1 2 取这1 2 3 谁都下去 我就点下去 一般我就点无穷多 有限我就点 你现在到N 就这个X 取这个世界的 取这个数值的概念 使得P 显然这个P式的概念 当然一定是零的之间 所以这种写法 或者 也能这么写 X Omega 我写得仔细一点 那么这儿就是P 那么这儿就是取X1 P1 取X1的概念是P1 取X2的概念是P2 一直到XN PN 如果是无穷的话 对不对 那么这个呢 这个写法跟这个写法 这两个写法是等价的 各一各的好处 你考试的时候写这个 写这个都对 这个我们叫分布率 或者就有时叫分布率 这个我们不太分的 你随便写什么都写 分布的规律 简单词就是叫分布 就完了 那么也有的书上 这种写法呢 也有 这个理智康的概念是两种写法 也有的是这么写法的 是X P1 P1 X2 P2 XN PN 都可以 这个三种写法 在我们考试的时候是等价的 都对 这个试试好像一个试试写的简单一点 这个比较直观 这两种写法没什么差别 你同意吧 那分布 分布率的 分布率 这是定义 第三个 我想分布率的性质 谈一谈 性质我想很简单 第一条性质 第一条性质 我想你一定会想到这P K 是大于等于零 小于等于零 你同意吧 这个废话 它是概念的 总是零的直接 那么第二个 这是K 从一二 第二个性质 我觉得是一个 P K 加起来 是等于零 同意吧 我这儿透篮 K 我不写哪 无穷有限 我反正就 全部加起来 加起来等于零 第一个就正了 加起来等于零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两个性质 我们又称为分布率的 这两个性质 叫冲药条件 就要背的 我们这个概念里面 哪些部队就背的 我都给你写明 哪些一定要背出来的 考试的时候 这个冲药条件 什么叫冲药条件 凡是分布率 一定满足这个两个条件 或者反过来 有这种选择的一个表格 又满足这两条件 我就可以看成是 一个随机变量的分布 这就叫冲药条件 那么我觉得 既然冲药条件 那么重要的话 我想把这个事情改一改 我认为 这个地方是不必要 没有必要 因为我怕你记忆 要记忆的东西太多 为什么没有必要呢 哎 你想 每个都是正的 或者至少不会是零 负的 对吧 零有可能 非负 加持的等于 哪有可能超过约吗 不可能 所以这句话是废话 你同意吧 所以这个条件 你写这么写 一大于等于 我觉得是废话 这两个性质 你说哪个性质更关键 下面的性质 但这个地方还写不出来 我们到下面 其他份工的 你将来做起的时候 大部分用这个性质 没错 对不对 那么这个字就叫分布了 是吧 这个就冲药表现 要被咬 等会我们再给你总结 第四个 我讲的 就是再来个新的定义 分布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Fx分布反数 等于 Px 小于x 那么这个呢 就是负无穷 到x 正无穷 那么我们称 这个Fx呢 叫分布 或者你是叫全的话 叫随机变量的 x的分布反数 请注意 这是在等号的 我们考试大纲上 是我们命题组写的 考试大纲 我告诉你 我考试大纲很重要 以后我们再来 再来看这个问题 考试大纲 什么叫考试大纲 考试的法律文件 法规性文件 凡是考试大纲上 规定的都能考 凡是考试大纲上 没有规定 是绝对不能考 我不得跟你说废话 实际上就有这句话 你同级大学这本书 这间大学这本书上 游戏念游戏要考的 游戏念语 是压根就不要考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不是说 哪来都同级大学书 哪来就看 不管三七二十 逼你啃 我说你不对 我们考试大纲上 有规定的 哪些东西考哪些 不考 我等会跟你说 游戏念语就不考 你不要去学 所以我们说 这个考试大纲上 我们有这条 为什么 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们分布还是这么写的 P X 需要于X 没法 当年苏联的教材 全部是上的定义 我做学生的时候 是一学苏联教材 说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你算一下 现在苏联垮台了 不用了 有西方的 西方国家是这么定义 你去看现在 俄罗斯教材 还是这么定义 所以我们 数三个 有的同学 有的你会看 有的书上 还是用这个定义 假如用这个定义 我们算是错的 请注意 我们考试大纲上 严格规定的 这个东西 带等号的 不带等号 有一个差别 这是右连续的 左连续的 这是左连续 我等会再说 你就记住 用这个东西 带等号 不能不带等号 不带等号 我们要扣你分的 那分布还是定义了 对 就是我们说 将来把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分布还是说 我这里还说明 你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概率 事件的概率 是用A 圆和号 我顺带说一下 假如随机变量 我们是用花和号 我们考试的时候 严格写明了 考试大纲 正规的书上 你去看 我们写的这个书 我写的这个书上的 讲义上 事件 用圆的 用随机变量 产生的事件 用花的 你做的时候 随便你写 你考试的时候 你做书上随便写 我们不来管你的 不扣你分的 你愿意这儿 写的声势 圆的也行 我看有的人 愿意写成方的 也行 对不对 我还看到 有同志写尖的 也行 对不对 我也是学到圆的 但是我们讲义上 考卷上 是严格规定的 大家明白我一次了 对吧 否则有的时候 看看你这个东西 写法上不太规矩 我都告诉你 我们改编的时候 是无所谓 你放的圆 长的度行 那么这个 我这有的时候 就是写圆的 什么事而已 那么写了这个 丰富函数 大家知道 到这儿我稍微停一下 我们概念论里面 讲的函数太多了 我今天呢 稍微到这儿 给你小解一下 我们第一个 出现的函数是 PA PA是不是 这个函数 是的 这是事件的函数 其实叫概念 是不是 你给我一个事件 对应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事件 对应一个时数 第二个函数是 X Omega 这叫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 每一个量分点 对应一个时数 这是世界 实际上 这是个极函数 这是量分点的函数 第三个 我们出现了 这么函数 这个函数是 货正价值的 高等数学的函数 你看 X从负无穷 到正无穷定义 这F是曲折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个函数 到这个函数 是货正价值的 高等数学的函数 前面都是赖 耍赖 也算函数 我们叫它随机变量 叫它概念 概念 那么到这儿 第五个 很重要的 我就想谈谈 就是分函数的性质 这是要考的 风光是想出性质的 很多 第一条 风光是第一条 性质是什么 就是 零 F X 也通 我相信 大家不反对 我这个写法 它是个概念嘛 概念定在零一之间嘛 所以这句话是废话 对吧 第二条 第二条呢 我觉得是这样 就可以看出是 极限 X趋向于负无穷 F 等于多少 等于零 为什么等于零 我把这个事情 我仔细给你说一说看 这是小于X的 一个随机变量 满足小于X的 这件事情的配置 我假如画一个图来看 这是一个X轴 那么这一点是X 那么就随机变量 小于小X的概念 换句话说 随机变量 掉入这个区域的 概念的 掉入这个区域 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概念 那么随着这个X慢慢减少 这发生的资金越来越少 到最后全没了 一个币股都有 所以是零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想X趋向于正无穷 FX一定是等于什么 等于一 这个事情我想大家 明确的 第三条 我觉得就是FX 我觉得应该是 有这么特别 E一定小于FX2 如果X1 大于X2 你同意吧 X1小于X2 换句话说是单调 单调不解 你同意吧 什么道理呢 你随着这个X慢慢的增加 这个范围是不是越来越扩大 当然概念是 大于零的 所以我们就单调 那么第四条 我觉得 这是 我假如写起来呢 应该是FX 是六连续的 那么六连续呢 我觉得这个写起来呢 这六连续 我怎么 我不去证明了 我等会给你 说明一下就得了 因为你有这个条件 这该等好 如果写成这样的话 那叫左连续的 所以你去看 俄罗斯线的教材 全是左连续的 西方国家的 一级教材 全部是右连续的 我们现在是 跟西方不同 写的话是一致的 英美你去看 都是这么写的 俄罗斯是这么写的 那么我们说 这是右连续 我想右连续 我不太去证明 我证明 当然可以证明给你 我觉得 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我们这种题啊 考右连续的 考了不太多 为什么 你这个考高等数学 右连续是高等数学的事情 我觉得我该的人 特别吃亏 我经常给他 结封啊 求导啊 又连续啊 他讲高等数学 从来不讲概念的事情 你发现 对吧 这就是我们一般 也不太考这东西 那么当然还一起 打好多性质了 比方说什么 第五条啊 那么什么P 什么X 小于 这个 小于等于X2 那么就等于F P实际上是 X小于X2 减掉P X 小于X1 你同一吧 诶 这两个一减 没减错这个套吗 那么 我把这个东西 重新写一下嘛 就变成这个东西了 你看看 这个就是等于 F X2 减F X1 哎呦 我觉得这个写起来 太麻烦了 你看就 是吧 我想呢 这个事情呢 就我这里写了五条 这我写了五条呢 我觉得 能不能 你还可以 我再写一条 给你看看 F6 这P 这是X 取一点的值 取一点值 大家知道 就是应该是什么 是应该是 P X 小于等于X 再减掉P X 小于X 同一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呦 点了 那么这个故事 我再把它写下来呢 就变成 F X 减掉 F X 减零 这是左极限 这东西呢 我觉得就有可能 考的可能性 比较小了 我想 这讲那么多 复杂 你可能记不住 太烦 我想把这个事情 能不能简单一点 这东西啊 机器的要我命 六条 我蛮受的的 那么我刚才说呢 我就想 给你准解一下 为了便于你 记忆起见 对吧 现在你不是 充足空间已经不太多了吗 我想给你 计算一点 充足空间 第一 我想讲一讲 充要条件 充分 必要条件 充分 必要条件 本来 这个条件 我认为就没有必要 为什么 我觉得第一条 我想充分条件 怎么写 就是 F X 单的调子上升 这就是这条 我认为比较关键 就这条 我 这个写法 我偷懒了 其实正宫写法 是应该 F X 小于等于 F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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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吧 我认为写这东西 我就是写成单标 这样简单吧 因为这样这样的做起 其他会带过审查方便 我下面做起 完全按照这个 在做的 第二句话 F 负无穷 等于零 F 正无穷 等于一 同志 其实这个写法 实际上是高中数学 是不同意的 非法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一个数 不能带进去的 你同意吧 你就算了 我觉得这对你记忆 考试的时候 非常方便 这个实际上 就是这个球极限的一次 上面有一个极限 我记得就这个极限 你看了吗 我就继承这样 行不行 那又来说 你这条为什么不要呢 你想它是单调的 左段跟零 右段极限是一 中间能超过一吗 能不能低于零吗 不可能 所以这条是废话 我觉得 对不对 这样简单 第三条 六连 我连续的序物都难得行 这样既省你的时间 我省这个空间 又可以省掉 几个空间 大家记住 以后冲要条件 就这三条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三条 冲要条件中间 这条最换 你这样来做题 拿了这条线来做 大概谁有把头都不会错 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来考概率 单调 就求 这是高等数学里面 讨论单调问题 对不对 右连 右连续 这是高等数学 感右连续 我们当然要求 但是右连续 高等数学就讨论 这是高等数学讨论 我不感兴趣 所以我们上来先用这条件 将来我们做其大有好处 所以我 把三个冲要条件 你去看别的书上 都写四个到五个冲要条件 我简化成三个 重复 没必要 即使没时间 而且我哪个最重要的先用 我都给你 次序都给你规定 这样做去提的特方便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 重复权就是这样 那么除了重复权以外 再加上其他顺略 我觉得是F 高材单调游了 对不对 那么F 就是P X1 X X2 就等于F X2 结算F X1 这个你可以顺带记忆 第五个 对吧 这个再可以记忆一下 什么 P X等于0 X1 一点 就等于F 那 这个东西将来用了不太多 将来我们很少用到这个东西 用这个东西 实际上 我们用在什么 当F 大F是连续函数的时候 这个X乘上 减少 X减0 它的作为极限 应该是等于0 这个就是 我们得错了 结论 当F X大公布函数 假如是连续的时候 那么 F 这个X 其任何一点的概率 始终等于0 在连续的时候 连续的时候 这个减色等于0 左极限等于 右极限 减色等于0 所以我们 将来 这条性子 我现在还显不出来 将来我们 每条性子 考试的时候 大概怎么用 你心里有点低 所以我想 那么这件事情 重量条件 我就 其他性 在我对写上 最重要的 就是三个 重量条件 那么刚才 我前面还没讲过了 就你一扇的时候 你一扇的时候 你记得 这个 P X等于 XK 是等于PK 那么这时候 我们有两个 重量条件 第一个重量条件 PK 大于 等于0 第二个重量条件 是什么 PK 加些等于1 同意吧 那么 大家也知道 这两个条件 中这个条件 比较关心 这个条件 太有名了 是不是 其他条件 没有 我们这里 重量条件 三个 这就是 其他条件 不具备 重量条件 等会我们再连续 最多 再给你总结起来 那么下面 咱们做几个题 看看 因为这已经讲了 不少理论 我们来看看 做题 立页 我先把这个分部 列写出来 1 2 3 3分之1 2分之1 6分之1 同志 这四个分部 看它是不是 满足 重量条件 满足 重量条件 大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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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持的等于 废话 所以简然是 满足 重量条件 这是分部列 因为满足 重量条件 就是分部列 是吧 那么现在 我想 要求什么 fx 大家知道 fx等于什么 是x小于x 那么这个事情呢 我们来看 整个计算 书上的 我把这个写出来了 写出来呢 他说是 把它写起来 应该是 这是x k 小于x 你要等号 我这里也要等号 就是说 有几个k xk 小于他 那么相应的 pk 加起来 就这样 那么怎么算呢 我觉得很好算的 我把它写起来呢 我画一个图现 给你看看 这是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在x 在这个范围里 它是零 没有点 同一吧 到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满足 小于x了 所以它有一点 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在这位置上 再到第二点 又增加了 两个项加 六分之五 就这地方 到三以上 就这个 所以这个事情 学起来 很好办 那实际上 我刚才这个 做法太傻了 你以后怎么做 假如考试 考到这种情况下 做起来非常简单 它三个点 对不对 你就写 一 二 三 这在学 一 二 三 你看 相当快 我就是一个 写上这个 x x x 是个阶梯 还是 那么这个地方 是写零 左段是零 右段是一 没错吧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点 就写三分之一 第二个点 把这两个项像 六分之五 第三个点 看看一减六分之五 是不是六分之一 是的 等号填在这 为什么填在这 因为是一有远语 做起来很快 大家以后分过函数写起来 我觉得特别快 不用那么写的 一个一个 做起的态度 对不对 那么有人说 你这样写起 倒是挺快 我再错个题 比如做做看 我看大家好像 不太习惯 这些话 我这么来给你看 我重新再做一个 加一个 加一个题 加一个题 就是x 一 二 三 四 p1 p2 p3 p4 p2p3 p是架起来给你 现在你把fx给我写出来 怎么写 你一闪的 一定是接几番手 你这是一 二 三 四 这是一 二 三 四 三 四 你说很简单 等号 不等号 就是天上 你看我 这简直像工厂的生产线 流水线 快吧 特快 你看没什么活儿要干 这儿写零 这儿写页 这儿 剩下这儿可以写上p1 这儿呢 p1加p2 这p1加p2 p3 最后你再把 p1减上p1加p2 p3 看看试的等于p4 是的 连检查都有 相当上升 这种机做起来 我这样一样 对 那么你怎么是 又连续呢 这个又连续 不又连续 我就看看 比如我拿这个 函数来看 又连续 在右边 这个点在上面 这个点在上面 而且 点4的上面 还是在下面 假如在下面 是变多连续了 同意吧 那么我看看 这个 页这个点 到底在上面 还是下面 那么我就看p x 需要于等于1 到底上面 是三分之一 还是下面是零 既然 满足这个条件 需要于等于1 所以应该 页这个点 是满足三分之一 所以是三分之一 这个点在上面 没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又连续 是很可以理解的 到这为止 我想大概 诸位听下来 都没什么 太大困难 到下面连续 就慢慢的困难来了 我这有一个题 还没做 你看呢 这是我们做的 咱们 咱们这些 应该是做第二题吧 第二 一二题 一二题 说一二三四中间 随即取两个数 其中小的 x 的分布率 一二三四中 取 任取两个数 小者 x 的分布 哇 这事情就比较好压 我想做这个事情呢 首先你把这个架子 打起来 是你一三的 同意吧 反正一二三四呢 所以我认为 p x能不能取一 可以的 取四也没可能 不可能 两个学生 中心是最大 所以一二三 大概没错吧 所以你先把架子打起来 做这种题 先把架子打对 你架子打不对 你下面怎么说 那么下面你就看 这个 也是什么意思 就是取 取一个1 对吧 小的是1 大的呢 有可能取2 可能是1 可能是3 有可能是4 所以我可能取 x等于1的时候 什么意思 小数 小的数为1 大的呢 2 3 4 都可以 所以总共有多少种可能 p x等于1 是多少 我想 c12 为什么c12 四个人一取两个 对不对 现在这上面有几个 三个 所以这个下面是6 上面是3 刚才是多少 二分之一 所以写二分之一 这个玩意你会不求 p x等于2 那么我想下面是c什么 c是2 上面几个 这是2 这再取一个 两个 总共是三分之一 哎哟 我想这个呢 这就不用算了 是六分之一 我觉得也没什么太难 考试的时候经常可能教育 做一个分布的 教你求一求 那我认为像这种体球 古典感性 差不多 难度差不多 对不对 也不算太容易 你说小心一点 做就得了 那么下面呢 我现在看 做例三 例三呢 我们说 fx 等于 a加上 a加x的b 这是x大于等于0 这是c x小于0 那么现在呢 现在 abc为常数 千万b的 可能 取责 可能取 取责的范围 我来看看 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哎 既然它是分管数 我记得有三个条件 你看 我马上就背出来了 第一个是f单价上升 第二个是什么 f负无重等于什么 2 f负无重等于什么 1 我觉得你看 这样写一下特方便 第三个 又连 序都不行 先就底了 先用哪个来做 这个 没错吧 负无重 这个c就等于什么 f负无重 那么等于0 那么就c就等于0 你同意吧 哎呀我偷懒了 他把他带去0 你修不下 正乎穷 这个正乎穷曲先语 正乎穷 f正乎穷 等于1 请问a等于多少 先当省事 你看到吗 就差也比了 这条件就用完了 对不对 那么你倒是觉得用右连续好呢 还是 左连续 有人说用右连续 行那我看 看看右连续 为什么右连 左连续好像不太解决问题了 你感觉吧 好 有人说 看看右连续 看看右连续是不行啊 什么叫右连续 他本来就右连续 等于在上面 你看对吧 X大于0啊 大于等于0 所以就点在上面 所以这个右连续根本用不上 那怎么用呢 用第一个 真的用这个 用这个什么意思呢 单调上升 单调上升这是1 那么1加上 1加上XB 千万 大于等于0 要单调上升 比正的话 单调下下 比负的是什么 要不要求跑 别傻了求什么跑 对不对 这个是常数不谈 B 负的时候 是不是代表少什么 因为这是代表 慢慢就不可以 增加的话 慢慢减小嘛 所以 B什么 小于0 能不能等于0 能不能 能 是否 下面这头有没有限制 你知道 这个地方 0败进去 是多少 负业 所以 能不能 比有负业再小 不能 就这么大 比如说 你这是 去平八丑 本来一定是去平八丑 好吧 好吧